很努力很努力 终于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有了钱有了社会地位 可是她却开始觉得空虚了 到底我们是因为喜欢一件事而喜欢? 还是因为我们懂了那件事才喜欢呢? 大家好,我是欣宜 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 我觉得25岁到40岁的朋友都应该要看 斯坦福大学的人生设计课 基本上它可以解决你人生各大重要的课题 比如 现在这份工作适不适合我啊 现在过的人生是我要的人生吗? 等等 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Bill Burnett和Dave Evans 据说他们开办的这个人生设计课 是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选修课之一 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推开 斯坦福大学的大门吧 简介事有请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 我都思考过这样子的问题啦 我到底应该过怎么样的人生? 到底怎样的生活最适合我? 你一定听过这样子的故事的 又或者是你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翁 某个人他一直想要成为一个律师的 他很努力很努力 终于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有了钱有了社会地位 可是他却开始觉得空虚了 又觉得要放弃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OK我们的社会已经灌输了我们一套 惯性的思考我们生活的模式 那现在我们要打破这个模式 我们要开始设计我们的人生 没错 关键就在于设计两个字 那到底什么是设计思维呢? 花一点时间来听我讲完这本书 听完之后 你说不定真的会有另外一番的见解了 对于你的人生 OK我们讲回设计思维 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律师 可是世界上每一个律师都不一样的 你看哦 马路上有很多车 几乎每一台车都可以载你去到妈妈当喝茶的 可是每一款车子它的设计都不一样 你比较应该思考的 不是你应该去的目的地 不是你应该成为律师这件事 而是你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或什么样的车子 让你去到目的地 你要开什么 要开Tesla吗 Ferrari吗 还是你喜欢那种CuteCute的 Mr.Bean的Mini Cooper吗 甚至是你要设计一款独一无二的车 让你去到目的地 这才是你应该思考的事 所以这个就是设计思维啦 作者强调 有一个目的地是不会让你快乐的 可是你设计人生的过程才会让你快乐 其实这个数学题很容易算的啦 如果你有一个目标 假设你要100万 你是不会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你到达100万之前 那些年基本上你都一定是很struggle的嘛 不过 如果你是通过你喜欢的方式去赚钱 然后获得100万 那你整个过程都快乐啦 而且再加上这个世代 变化实在太快了 据说现在最受欢迎的10样工作 有6样在10年前都是不存在的 意思就是说 你的目的地说不定很快就会消失了 那到时候怎么办 所以设计思维是更容易让你幸福的 设计思维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产品它会一直的迭代 一直的修正一直变更好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的 你看啊 iPhone是不是越设计越厉害 一代接着一代 这样子它才可以继续赚你的钱吗 iPhone的目标不是成为iPhone iPhone是要成为一个可以赚你的钱的iPhone 你有看到吗 那个动态过程 所以律师它是一个名词 可是为人声张正义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是一个动词 YouTuber是个名词 可是持续产出有意义的内容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所以大家要先有设计思维 要了解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要被社会的一个固有的名词 来锁使你自己 好搞清楚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我们的人生啦 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意识一下 我们现在人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你一定要意识到 我们现在这个iPhone有什么问题 你才可以修正它 然后改正去更好的version嘛 对不对 请看以下这个图 这是一个健康娱乐工作爱的仪表盘 作者认为这四个方面呢 就可以判断出我们现在的人生 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bar 你可以自己填颜色啦 就是你有多满意 现在这四个部分的状态 先说明哦 这四则是没有办法平衡的 可是这四样东西都一定要在 才可以让你过上快乐的人生 比如没有健康什么都甭说啦 这种老道理呢 真的不用再讲了 所以这个仪表盘呢 只是提醒你 你是不是忽略了人生中 这些重要的元素 OK你可以怎么样填呢 比如工作满不满意啊 有没有使命感啊 有没有乐趣啊 哦有填三格这样子 娱乐够不够啊 放松自己很重要的哦 有没有感受到爱啊 你跟你身边的人建立的联系 是可以让你感受到幸福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的 那健康呢 啊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乌龟紧 棒 阿爸说我进去 仪表盘填完了之后 你就知道你现在有什么部分 需要修正 接下来你就要创造 人生的指南针 我们需要思考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 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我的工作观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告诉你的 你要过上一个怎么样的人生 所以这一部分 我们要关上别人的声音 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需要 pause一下这个video 然后去记录一些重要的讯息的话 欢迎你这么做 OK要怎样找出自己的人生观啊 你要了解 你跟这个世界的关联是什么 比如说你觉得人生有什么意义啊 你觉得活着有什么价值 金钱对你来说重要吗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话 我就觉得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探索 所以我会喜欢做新的事 金钱对我来讲相当重要 因为它可以让我的家人和同事 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是我也时刻提醒自己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千万不可以随波逐流 好现在轮到你来花点时间 来回答这么难答的问题了 我知道很难了 要pause可以啊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工作观是什么 你可以通过以下这几个问题来回答 比如 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怎么样让我的工作 才会变得有趣 我知道大部分的人一定讲的 工作就是为了钱咯 我们是跟iPhone一样的吗 我们每一年都要赚更多的钱的吗 可是什么事情让你的工作变有趣呢 比如说我的工作 有一部分是做脱口秀演员 那其实我真的觉得 让人发笑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OK现在你有了人生观跟工作观了嘛 你就要看看这两者有没有冲突 很多时候你会不快乐哦 就是因为这两个观念有冲突啊 作者在书里面给的一个例子就是 比如你是一个很爱护地球的人 可是你的公司却在破坏着这个地球来赚钱 所以你一定会不开心啊 BUT 人生是有很多BUT的 我们发现了冲突之后 说不定我们真的需要做出妥协 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个指南针 你就会知道冲突在哪里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做出调整咯 所以人生的alignment 其实是可以通过回答这以下三道问题来回答的 啊很有哲学性的啊 我是谁 我相信什么 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是李欣怡 我是一个同时在做很多事的创作人 我的信仰是什么 我相信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 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在做什么 我在用这不一样的平台去创作 我希望可以借此机会 给不同的人带来正面的影响 好啦 说好alignment啊 我的车就可以 滴滴滴 我现在看起来很clear是不是 可是我也有很多很迷茫的时候的 那关于这部分的思考呢 我已经完整的记录在 得到从失去开始这本书 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来购买支持啊 不可能每次推别人的书 不推自己的书的嘛 对不对 好 我也要戒指呢 感谢所有在台湾 来到我的分享会的朋友 谢谢大家 真的很开心 希望很快就有机会 再一次去到台湾和大家见面 OK alignment有了啦 指南针有了啦 我们现在要找路了 书中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你问那些迷茫的人说 诶 你喜欢做什么啊 十字八九哦 它是答不上来的 这就产生了另一个哲学命题了 到底我们是因为喜欢一件事而喜欢 还是因为我们懂了那件事才喜欢呢 比如啊 我喜欢主持是因为我喜欢主持 还是因为我懂了主持的技巧 我有了十多年的经验 我很会做这件事了 而喜欢它呢 作者认为你喜欢某件事 其实是需要培养的 你需要尝试了解 掌握并精通了之后才会真正喜欢上它 所以喜欢不是一个原因 喜欢是一个努力之后得到的结果 那我们就要来观察一下自己了 到底自己喜欢些什么呢 可以通过几个很具体的指标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它主观得来又很客观 毕竟是一门大学选修课啦 所以它一定会提供很多方法的 那第一个关键字呢 就是投入 你要观察一下自己做什么事的时候 很投入 这个问题哦 我在台湾的交流会的时候 也有一位朋友问我 他问我说 哎我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应该开展哪一部分的兴趣 我的回答是 你要看看你自己在做什么事的时候 比较不会累 比如我啊 写字打字的时候我真的不会累 我可以打到天荒地老的 不过如果你要我出去应酬 哦 十分钟之后我就想回家了 或者你可以这样区分啦 你做什么事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做什么事 度日如年 这样子你也会知道自己比较投入在什么思想当中 第二个关键字 能量 做什么事会抽干你的能量的呢 这件事呢也可以用MBTI的角度去思考啦 比如如果你是个矮人 你一定是更喜欢自己一个人 或者是小组式的工作方式 如果你是一人 你就是通过跟人交流得到能量的 那透过这两个关键字 就是你的投入和你的能量 你就会知道你应该多做哪一些事啦 看这个图你也可以填一下 把你日常的一些工作啊 或生活的方式填进去 看看哪一些是让你更投入 哪一些反而是拿掉你的能量 比如说处理文书啊 我很难投入 一下子又分心 能量马上就没有了 不过在准备PPT的时候 我很享受整个过程 我很喜欢讲故事 我很有力量 我很期待可以呈现给客户的那一刻 那顺带一提大家看到一个字眼叫心流 心流的意思就是 当你进入一个旁若无人的状态 那就叫心流了 比如我在剪辑的时候 经常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整个世界只剩下我 非常的投入 好你现在找到路了 你的路就是你喜欢做的事 比如在这个情况就是 你喜欢去说服别人 你喜欢去面向客户 接下来就要解决问题咯 你现在的工作不开心 是不是因为文书的部分的工作太多 可是见客户的满足感很少呢 OK 这样子你就有solution了 是不是要调换部门啊 或者你觉得你不想要影响现在的工作 那如果你是享受那个讲故事的过程 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去那个脱口秀 尝试一下open mic呢 那不要急着批判你自己啊 脱口秀演员怎么可能 不要觉得自己ridiculous 因为iPhone当初说要做一个touch screen 没有button的手机的时候 大家也是觉得它是妄想的啊 设计思维的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批判 试试看打造一个圆形 做一个prototype出来看一下线 先尝试一下那个感觉 去尝试一下open mic说不定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你宁愿做50个小时的文书工作 你都不要站在那孤独的台上5分钟 去面对那些不会笑的观众那样恐怖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你也可以问问看身边有经验的人 收集足够多的线索然后才做选择 那在这本书关于做选择的那一张 也提供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其中一则是这样子的 那话说呢一个实验来的啊 在一个实体店里面 那个店员呢就把不同口味的果酱 摆出来要卖了 那当他摆出6种不同口味的果酱的时候 会有13%的客户会购买 可是当他摆出24种口味的果酱的时候 只有3%的客户会购买 说明了其实选择多 未必是件好事 那也不禁让我思考 我们这个世代这么难感受到快乐 会不会真的是因为我们选择太多了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 可是最好的选择是个伪命题来的 就除非你尝试完全世界的果酱 你才会知道什么是最好啊 可是事实上是我们没有办法尝试完全世界的果酱的 所以在这个最好的选择里面 你常常纠结来纠结去 得不到一个最好的果酱 反而得到一个也不是酱 OK吗 OK吗 What吗这个 joke 记得来看我的脱口秀哦 所以做了选择之后就不要疑虑了 不要一直在想 如果三年前没有离职的话 现在会不会更好呢 人生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当你心里面有疑虑的时候 然后放手往前走吧 好 这一集在会员区呢 我会跟大家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就是制定你的五年计划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哦 真的是 主观的来又很客观 我自己是很受用啦 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从中获益的 其实我们每一集的说书 都有一些番外篇在我们的会员区 我就觉得特别有用 想要花更长的时间跟大家讨论的 都会在会员区继续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用电脑来看这支视频 记得在视频下方有个Join button 你可以点它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啦 如果你是用苹果手机来看视频的话 不好意思啦 虽然苹果每一年都在赚钱 这是我讲的 可是你还是要去到Desktop 才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的 如果你是用Android手机 基本上在这个App里面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啦 这本书真的是相当完整的一个guide来的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点击视频下方也有买书的链接 我相信它可以guide你走过一个非常完整的设计人生的过程 好咯 我们下一本书再聊 拜 呃 特别是我看一些投资理财的朋友 哇 就是那个复利 哇 如果复利30年你会得到这个钱 我说哇 30年喔 OK 30年 我又没有这么长的命可以活 哈哈哈 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要我会是一个不 discovering 最后要设计者是一个没给他 我可以做一个不错的 最后要设计者是一个不错的 你这可能会在黑暗地什么